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国家联盟冠军赛的第七战 那么今天的比赛是在费成人队的主场举行 可是呢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奇妙 就是费成人队主场的门票 第七战的门票居然比第六战还便宜 不晓得费成人队球迷心里面是怎么感想的 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Kobin Kairos在一开始呢 第一局的上半就在一出局之后 先打出了内安打站上累包 三棒的打者也是另外一个年轻的选手 捕手Gabriel Moreno 他打出了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 那么下一棒打者呢 也是响伟蛇队的老大第四棒 我说他老大还不如说他是大佬 因为他是球队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打者 因为呢他在整个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当中 Christian Walker他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理想 因此今天赛前我还特别点名到他 结果没想到在第一局的上半 他先打出一个内野滚地球 为响伟蛇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先持得点 在第一局上半就攻下了分数了 那么在过去的美国职棒大礼盟季后赛 来到了封关战 也就是七战四胜制的最后一场比赛 第七战 如果先得分的球队可以获得82胜47负的成绩 胜率可以说是相当的理想 不过呢今天费城队 其实他们的追分行动来得也非常快 在第二局的下半 Alex Long是首棒打者 他抓第一球就打出了左外野方向的拳打 今天双方的先发投手 在这场比赛当中都不是王牌投手 不过呢在今天的费城队的先发投手 Ranger Swalas 我一直觉得他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 是仅次于Zack Wheeler最厉害的一位投手 表现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在过去的六场先发当中呢 他还没有任何一场比赛 自责失分超过一分过 所以呢在今天这场比赛 虽然他先丢分 不过队友也很适向 可以说是对他很有爱 马上就把他打一分回来了 那么来到了第四局的下半呢 又是费城队的进攻机会 事实上呢在这个半局当中 我觉得对费城队是相当的可惜 因为一开始呢 先是Alex Bond 也就是刚刚说到打拳打的这位打者 他选到四块九宝宋上壘 接下来呢 Bryson Stout Stout他打出了二连安打 也使得比赛当中呢 在这个半局 其实费城队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不料呢 前面三位打者都上壘之后 轮到的打者是Nick Castellanos Castellanos自从连续两场比赛 打出了双响炮之后 整个打棋的感觉 似乎一流烟就不见了 而他在这个打棋当中遭到了三振 我认为是今天比赛当中 费城队最可惜的一个半局 那么整场比赛里面 Castellanos在今天的第七战 一支安打也没打出来 而且呢吞下了两次的三振 那么在得分方面呢 其实费城队在第四局下半 只得到一分 也给了响伟蛇队呢 在第五局上半的一个反攻机会 三位学队呢来到了第五局的上半呢 他们先由第八棒的打者Rivera呢 先靠着安打上壘 然后接着下来呢 又轮到Cobin Carroll打击 在两人出局的情况下 Cobin Carroll打出了一支扎扎实实的安打 而这支安打呢 也把自己的队友送回本壘得分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Cobin Carroll事实上 他在今年球季面对左头的打击表现 不如他面对右头的打击表现 今天的先巴头手Zuales 他就是一个左头 而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们的Cobin Carroll 我说他是我们的 因为他事实上是有台湾系统的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打出了三支安打 另外有两次到来成功 自己也得到了两分 Cobin Carroll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也成为美国职棒大联盟 自从2007年 波涉了红瓦队的Dunston Perjoia之后 第一位在系列赛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封关战当中 赢者晋级 输者回家的比赛里面 成为另外一个 在单场能够打出三支安打的菜鸟选手 所以Cobin Carroll 我想在这场比赛当中 对球队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那么在第五局的上半呢 响伟蛇队攻下了两分之后 又超前了比分 而在这个时候呢 在费神队方面呢 他们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非常可惜的画面 也就是在第五局的下半 事实上呢 五局的下半 首棒打者 也就是凯尔史博伯 他马上就集出了一支 在右外野方向深远的二连安打 但接下来三位打者 全部都没有办法 把凯尔史博伯送回本磊得分 因此又让费神队 错过了一次追平比分的机会 而你知道吗 自从第五局 Kyle Schwabber打出安打之后 一直到比赛结束 费神队就再也没有安打过了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费神队只靠着两次四外九保送上来 而且这两次四外九保送 还是接踵而来的 是在第七局的下半 当时一出局之后 South Frank连续送出了两次四外九保送 我当时心里还在想说 哇 香伟蛇队总教练 会不会因为这个调度而葬送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没有想到呢 在接下来的两位打者 也就是Trell Turner 另外还有Brice Harper 也都没有办法能够急出安打 把自己的队友给送回来得分 所以呢 在第七局的时候 其实费神队又葬送了另外一次 有机会能够赶上比分 甚至超前比分的机会 那么最后呢 香伟蛇队就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靠着牛棚的守城 我认为牛棚是今天 香伟蛇队能够赢得这场关键第七战 非常重要的原因 加上今天呢 在适时的安打方面 香伟蛇队的表现 也比费神队来得好 那么昨天在第六战 事实上香伟蛇队已经有些速度破坏了 今天继续破坏费神队 让费神队呢 在其实今天被打出一篮打之后 常常就等于是对方打出二篮打一样 得点却上就有跑者 而今天香伟蛇队赢得这场比赛 我觉得一点都不侥幸 那么当然也非常恭喜 香伟蛇队晋级到了世界大赛 香伟蛇队上一次晋级世界大赛 是2001年的事情 他们要碰上的是德州游记兵队 游记兵队上一次晋级世界大赛 是2011年的事情 所以这两支球队呢 在世界大赛当中的外卡交锋 我觉得是非常有看头的